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看一个收到很多关注的贴文 让人感到好奇的Stacy所属公司的操作 这位网友发文表示 Stacy在去年8月透过婆婆回归后 从9月23号开始了他们的首次世界巡演 因为也追加了欧洲巡演 所以3月11号才结束了所有行程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已经有了8个月的空白期 但是从今年2月开始 在YouTube上的团宗也突然停更了 最上面的这两个是巡演DVD的宣传影片 而成员也亲自透过婆婆告诉粉丝们 所属公司计划专注于修辞等短影片 所以暂时不会有团宗 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就这样已经持续3个月都没有团宗了 而大部分粉丝们的反应是 Stacy又不是听通创作者 为什么要专注于修辞呢 但是不管粉丝们的反应怎么样 所属公司仍然坚持只上传修辞 Stacy原本还有一个名为Stacy的定期幕后花絮影片 但现在也没有推出 应该要发布的幕后花絮影片的内容 全都变成了Shots 按照目前的情况 回归也比预期的要晚 预计可能要到六七月 所以停更团宗的日期可能会变得更久 粉丝们认为 就算现在很流行Shots 但在空白期要吸引新粉丝或保留现有粉丝 团宗是非常重要的 海外粉丝们和国内粉丝们都在抱怨 觉得所属公司的做法令人感到焦急和困惑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一起以前一直很稳定的提供团宗 也制作个人自拍内容 我还以为公司很照顾他们 看来是工作搞错方向了 虽然现在是短影片的时代 但到底哪里会有把幕后花絮 当作短影片代替的地方呢 在出道后两年 公司亏损的时候 也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 现在是公司成立以来最赚钱的时候 难道会因为没钱才不制作团宗 这完全是公司不干活 谁要求要像其他人那样制作团宗吗 我们只是要求活动的幕后花絮 这不需要花太多钱 因为粉丝们反应不好 就完全取消团宗 这种幼稚的想法 到底是谁想出来的真是的 如果正在巡演拍摄巡演幕后花絮发布的话 应该不会花太多钱 他们连这个都不提供吗 大型公司所属的我家IDOL 也有很多时候将近两个月没有团宗 如果是中小公司可能会更困难 不过连幕后花絮都没有 真的很令人焦急 对于Stacy粉丝们的担忧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中小经纪公司都不算的 微小经纪公司的奇迹 ATG 一个不到五名员工的公司 KQ Entertainment 推出了他们的第一组男团 ATG 2018年10月的出道成绩是 首周销售量5000帐 因为公司没有后台 每隔两周才能出演一次音乐节目 甚至也没有音乐节目的直拍影片 但出道专辑被很多人评价为 有很多猪打歌等级的歌 对此制作人表示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最后一张专辑 所以将所有好歌都毫无保留的放进去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小公司 是如何获得海外人气的呢 一开始是这些影片 在社交媒体上达到百万多的观看 并且在海外KPOP粉丝们之间 慢慢的口耳相传 开始引起了一些反应 因为ATG并非是为了海外市场而制作的组合 所以成员们都是韩国人 也没有海外出身 也没有留学背景 不过尽管没有任何一位成员能流利的讲英文 但他们为了抓住机会 在美国和欧洲的15个城市 进行了小规模的世界巡演 基于这时巩固的核心粉丝群 逐渐扩大团队规模 并在2019年妈妈的印象深刻表演后 渐渐在韩国饭圈留下了印象 在2020年 根据Twitter公布的数据 ATG是在美国被提起次数 最多的音乐家中排名第五 当时KPOP团体只有BTS和ATG入围 之后正在准备大规模世界巡演的时候 新冠疫情爆发 导致接连取消的演唱会 让小公司KQ面临了巨大的违约金负担和债务危机 但是在隔年 公司把一切堵在了Kingdom的出演上 在这里ATG留下了 将在KPOP史上永远都会被提起的舞台 从而度过了危机 之后他们也持续 一步一个脚印的逐步成长 最终ATG成为 第七个登上POP的200榜首的团体 韩国男团首次登上2024Kochella舞台 以超高实力撕掉了舞台 即将进行的北美十个城市的巡回 将继捧摊之后 韩国男团第二个登上CTP的舞台 名副其实是微小经纪公司的奇迹 ATG现在表现已经很好 但我确信他们未来会更加成功 在海外演唱会上 他们真的有很多粉丝 大家都跟着唱歌 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舞台表现很出色 看着就非常过瘾 哈哈故事听起来像是电影情节呢 突然对他们感到好奇了 很抱歉没能更早认识你们 以后会年本代曆的喜欢你们 希望ATG这次的回归能够成功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 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吧 ATG继续走花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